哈喽大家好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跟大家聊聊鬼故事 话不多说 你想想 究竟是先有神 先有天堂 先有地狱 还是先有人 你没想过没想过这个终极问题 我认为啊 这个世界是先有人类 后有神 天堂和地狱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从猿猴 从类人猿 从一步一步的从非洲 走向全世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人类啊 刚刚启蒙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呢 走向了全球 一步一步的实现了我们的文明 自身的进化 无论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所谓的上帝好 工程师们好 助推了我们一把 但是毫无疑问 主要发展还是靠我们自己 那么走 你们想想这个过程 开始是什么 开始是原始部落社会 对不对 母系氏族 渔猎 采摘为主 都是乱伦通奸 因为那个时候人就是生存第一 也不懂这些东西 后来就慢慢的有了礼教 有了文明 有了规矩 就知道就进入了父系社会 就进入了什么奴隶制社会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发展 就进入了城邦封建社会 再往前发展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科技时代 法治社会 随着这样一步一步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面貌在不断的 物质社会的面貌 肉体社会的面貌 不断的发生变化 你看 如果说两万年以前的一个英国人 和一个德国人 站在一起 几乎是完全一样 因为他们都没有衣服 他们都在穿着兽皮和树叶 对吧 那么但是2000年以前的英伦岛上的人 和德意志的人就开始有区别了 因为他们有图腾 脸上画的画不一样了 200年以前的英国人和德国人 那就是井然不同 语言不同 衣服不同 文化习俗不同 不同的国家有鲜明的特色 这就是人类肉身社会的发展变化 那你想想精神社会是不是也这个道理 当我们人类摆脱了动物界 有了强大的灵体的时候 他死亡之后 开始他可能人数很少 简简单单的一个回收站就够了 那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 这个社会的复杂 是不是造物主也好 工程师也好 他要增强一个回收站的 这个分门别类的系统 那你想如果是这个思路的话 这个分门别类的回收系统 是不是还是靠人类自己为主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还是我给你搭一个框架 还是靠你自己先来的 带后来的年长的 带年资浅的 慢慢的缔造和完善你的社会结构 就像你制造出来国家一样 文明一样 阴曹地府也因此而诞生 而完善 所以阴曹地府 另一个是亡魂的世界 它一定是落后于人类肉身的世界的进步 所以我们能够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发散的话 我们能解释这么几个疑问 第一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死了之后 看到的亡魂的世界 是黑白无常 穿着那个京剧的袍子 穿着那个古代的衣服的 也严往拿着判官笔 对不对 然后现在 就是现在人再亡魂再回来 虽然还是那套体制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穿上西装了 然后但是体制还是 这个花名册还是这样 对不对 台湾有会观落音的 你们知道观落音是什么 下去之后看自己的小庙 自己的这个灵体的故乡 那些东西还是传统的中式建筑的一个样子 那相对应的西方 美国英国欧洲 基督教世界 无数的报告和无数的这个 去了那边人又回来的人 描述的西方的天堂和地狱 就跟我们不一样 他那都长翅膀的 小天使白衣服的 他就是个基督教的世界 再往前走 你看那个再往前上诉 你看那个意大利的弹钉写的神曲 他描述的那个天堂和地狱 那跟中国的天堂地狱虽然也很像 但是呢 内容很像 但是外装修和内饰就完全不一样 就像两国的建筑差距一样 你这边故宫非常宏伟 那边罗马斗兽场也非常宏伟 但是呢 虽然都是人类居住的 人类使用的宫殿也好 这个建筑也好 但是你看外装和内面完全不一样 由此推论 这个天堂和地狱 也是依附于不同文化群体的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西方的鬼你不用怕 因为你们 你把基督牙讲 那东方的真子 就能吓住你 尤其是港片的鬼 那你们是真的害怕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它就真的能控制你 你相反 你看西方的那些鬼啊 怪啊 什么西邪鬼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文化就是灵魂的载体 如果我说到这儿的话 大家继续发散思维 是否就可以进行望前 望前沿看的这种预判了呢 这也能解释 我们现在想不明白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目前最伟大的企业家是谁呢 是伊隆·马斯克 这你们不要跟我争论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是最伟大的企业家 因为他能造出starship 造出猛琴 造出法尔肯 这个猎鹰火箭来 给NASA一次一次的国际空间站 放人上去 以前都是国家才能造出来 而他是一个外行 马斯克不是一个内行 他不是一个祖孙三代 都在做宇航的 他是一个1971年出生的 这么一个跟我的差不多 同龄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之前他做的是IT类的行业 大学 小学 中学 大学 他一直是一个理工男孩 他一直有个宇航梦 有个太空梦 所以他一直在此 自自不倦的努力 以一人之力 改变了世界宇航发射市场 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要比做出什么苹果手机来 要伟大的多 因为人类 如果肉身人类社会 向前发展的话 一定要跨一个门槛 这个门槛叫多行星系生物 我们目前人类是单一行星生物 就是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 如果打起核战争 或者一颗大行星 小行星 大彗星撞到地球上 我们全game over 但是如果我们到了多行星时代的话 我们就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跨越 就是你不在 你的命运不在抵判到一个小行星的毁灭了 或者一次席卷全球的大地质灾难 就能把你整个文明毁掉 这是一个重大的跨越 这个跨越怎么描述都不为过 这个跨越的伟大就相当于人类学会使用火 或者人类学会使用工具 这样的伟大 那这个里边人类到此为止 马斯克一个人所做的事 可以说是个人里边做的最大 最牛逼的 在他之前所有的这种宇航发射 都是国家行为 美国 苏联 英国 日本 中国 在他之前具备发射能力的 卫星发射能力的印度 那都是国家宇航局的行为 因为只有国家烧钱 才能烧出这些东西来 马斯克个人干 而且真的九死一生干出来了 他期间承受的压力 他经过的这些挫折 不是一个外人能够了解的 有很多人不了解企业 没有经营过企业的 总是叫无知者无畏 骂他 点评他 贬损他 就像你们有了这样一个平台之后 推特上我不拉黑 我这也不删评论 所以可以任意骂我 任意攻击我 我不删评论 所以你们就觉得 一下子摸到我了 卧槽 这个是个活的野生的 所以不装逼了 所以你们的敬畏之心 马上没有了 变成平等了 这个我有意为之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那么其实马斯克也是这样 马斯克自己弄了个推特 整天跟大家发推 他自己还主持推特上 那个类似clubhouse的 那个主持屋 只要你英语流利 你都可以跟他聊天 甚至都可以数到他骂的 他也都能认 所以这样的话 马斯克就 他是一个人 他不是神 他没有使用 人类装逼大法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 其实他有这个能力 他只要不跟你们接触 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就可以了 但是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因为他有更宏伟的理想 这就是扣我前面说的 这个玄学的小话题 我今天给大家开个引子 未来的一个月左右 我们将大量的篇幅去聊 马斯克和他的星船 以及他的火星的星球大海计划 这是真正让老王我 心里位置一动的 他为什么要探索火星 或者说他未必自己 想到过这一点 但是我老王 已经想到这一点 火星有阴槽地附 回答我 一定没有 对不对 因为那什么东西都没有 当他的STARShip飞船 在物理层面 在肉身层面 突破了地球的屏障的时候 突破地球捕魂网系统之后 马斯克为什么一定说 我马斯克要做第一个 一百人中的火星探索队 大家要知道 那一百个人是有来无回的 STARShip那个飞船 就是他现在已经造出来了 下下周他要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 做第三次试飞 第三次试飞很可能出现完整的成功的试飞 之后他就要准备进行载人实验 和运送货物的实验了 很快他就会飞向火星 我说的这个很快是 可能比习主席打台湾还要来得快 就是二零二几年这个时间 他就会飞上火星 大家记住这部分细节 马斯克这个飞船里边 第一次飞向火星的 大概是一百个船员 一百个船员 男男女全是要签生死状 这个生死状是什么意思 这次火星之旅只是单程票 不能保证飞回来 而且保证你飞不回来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马斯克现在的科技 我们只能把人类送上火星 这都悬着呼着念着佛 送到火星 即使在火星上再努力 也不能保证再把这个飞船发回地球 你想明白吗 因为你在地球上什么都有 你可以往里边加注燃料 飞船飞到了火星 那么虽然马斯克制造飞船的第一天 就是可重复使用的 这正是他为了往返火星设计的原理 那么你们想过没想过 飞回来需要什么 需要燃料 燃料火星上什么都没有 火星上唯一可能大量制造的 就是甲烷燃料 所以星舰使用的燃料是甲烷液氧 记住啊 他没有使用液氧没油 真正的现在他最熟的 最可靠的发动机是液氧没油发动机 但是他在飞向 他以前的发动机都是液氧没油发动机 他飞向火星的这个星舰 他第一次使用了液氧甲烷发动机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从火星再往回飞 因为他可以在火星上提纯出甲烷来 但是能不能提纯出那么多来啊 你不要忘了只去了100个人 这里100个人里边还得有医生 还得有什么维修工 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还要有女人 因为要平衡性别 那么这100个人里边 大家就算全部都加班加点去采集甲烷 你是不是还得分出来一半人种土豆啊 你也得吃啊 得喝吃喝拉撒行医救人啊 所以那你就是全力以赴的去生产甲烷 你也未必能保证飞回来 何况你去火星还有其他的任务 目标不是去那打个卡就飞回来啊 所以马斯克的计划是 这100个人就长眠在火星上了 而由这100个人后续 陆陆续续地球上再去再飞去的新的人类 共同努力 通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 才完善出来火星上的基地 具备往回送人的能力 而很可能前100个队员中 很多人看不到那一天 即使能看到那一天 那一天火星也不是100个人了 因为后边还有陆陆续续的飞船会飞过去 可能当人类在火星上具备往回飞的能力的时候 已经有一千个队员 探索队员在火星上了 那这个回程票只有一百张 所以十个人抽一个 马斯克是肯定不回来 你们想我开始啰啰嗦嗦说了那么多 鬼鬼神神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 假设马斯克死了 假设 你觉得他的灵魂 灵魂就是电子厂 他能飞回地球吗 他飞不回来 火星上可没有这个机构 火星的阎王是谁 不是马斯克吗 所以马斯克会是在火星的阴曹地府 天堂地狱实现审判者的那个 他不但生在地球上是一个伟大的人 即使他死了 他的灵魂会在火星上实现永恒 这可能才是驱动马斯克进行星辰大海探索的终极推动力量 如果你要问我老王 你愿不愿意放下今天的一切 如果马斯克给你机会 你愿不愿意跟他做第一个一百个人探索队走 我跟你讲 我很严肃的讲 只要马斯克要我 不嫌我老 不嫌我英语不太好 我愿意 因为这才是人生的意义 飞向另一个苍穹大海 在那建立另一个文明 这是何德何能几生有幸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 为什么不抓住 你在地球上 即使你想过勇敢的心 Wallace 华莱士 在镇前对他的弟兄们喊的那几口号 也许你今天跑 你可以安静的活到很老死去 但是临死之前 你孙子问你 爷爷你在那天干了些什么 你愿不愿意说 我换取这么一个机会 再回到今天这个镇前 我拔出刀来 为我们自由而战 我对我孙子说 我是为了我们的freedom 我勇敢的冲杀 你要不要换今天这一次机会呢 而用你后边几十年的生命 换今天这一次伟大的战法 弟兄们都热血沸腾 拔剑而冲 击溃了英王的正规军 人类的这种伟大的探索征服欲 和这种灵魂的驱动 才是我们人类能够立足于星际之银的根本 而不是窝里斗弄自己那个一亩三分地 归缩在这个抑郁 逐步的腐朽和老去 所以马斯克有这样的一个宏伟的目标 并且有这么强的执行力 真的是令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我门心自问 我如果三十岁的时候 卖掉了我开发的第一个大的软件 PayPal 得到了1.7亿美元的话 我是否有勇气 拿出一亿美元来 砸出来一个 SpaceX这样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公司 一亿美元 那几乎是我所有的钱 一亿美元 而我转身 退出 一亿美元 我那年只有三十岁 足够我后半辈子 花天酒地 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一亿美元 我就放在一个任何一个私人银行 我拿每年拿几百万美元的利息 就跟玩一样 我为什么不选 而我选了这么大的压力 大家知道 可能你们不了解 京企业和SpaceX这个公司 一亿美元 在这个领域 就是个拿性 一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那个时候 就是他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 他看得很准 因为美苏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NASA航空航天 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变得人生没有意义了 NASA整个变得人生没有意义了 就一个一个的失位素材混日子 那NASA的航空航天发射 寄希望于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 未来的航天飞机 这两个 这两家就是 那真的都是国有企业在美国 那真的是腐败 花掉NASA几十亿美金 连个毛都不给NASA发明出来 然后NASA自己的航天飞机 随着一架一架的爆炸 全面推移 NASA都没有飞船 往国际空间站上送人 2008年那个时代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幸亏冷战结束之后 前苏联有联盟飞船 所以NASA一直花钱租联盟飞船 就是他在租俄罗斯的飞船 用俄罗斯的技术把美国的宇航员 送到国际空间站上去 你想这多么荒唐 而且俄罗斯人狮子大开口 俄罗斯人那时候穷啊 干他一次要NASA付一到两亿美金 一次发射 载人发射 要他一到两亿美金 所以马斯克认为 一亿美金两亿美金 放一个火箭 这不是玩人吗 那这不暴力呀 干吧 弟兄们咱干吧 所以他就直接带着他的Muller 也就是他的 这个伟大的合伙人 他们两个干的SpaceX 去莫斯科 他去莫斯科干啥了 他去莫斯科买洲际弹道导弹去了 前苏联冷战失败 有好多废洲际弹道导弹 他倒不是说去毁灭地球 做核博士 他他们是为了捡垃圾 没错 他也是捡垃圾的 他想到洲际弹道导弹 跟那个发射的卫星的火箭 是一回事 他想拆人的那个发动机 拆下来之后 再放到那个 他那个SpaceX在洛杉矶的那个基地 他给他copy出来 他用这个承拦 美国人的这个 NASA的这个载人任务去 他觉得一个亿美金够 因为他算了一笔账 一个苏联的这个退役的导弹 他大概能花1000万美元 800万美元能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 他是不是一个导弹 他就能拆出好几个发动机来 两个发动机 然后他就能传播传播 自己再传播出一个新火箭来 然后就去接这个NASA的活 所以他跟NASA开价就是4000万到6000万美元 就是俄罗斯的半价 他就接活 可想而知 今天老王说这个 你们觉得靠谱吗 不靠谱就对了 伟大的企业 就是从这种不靠谱的 这种天马行空的幻想中出现的 所以毫无疑问 马斯克的第一个1亿美元 瞬间就打了水漂 因为他根本就不懂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确实把导弹买回来了 确实拆出发动机来了 但是1亿美金也没了 他那个新火箭也没传出来 费老鼻子劲了 最后啊 幸亏是 就是在他跳楼自杀 破产之前一秒钟 破产之前一秒钟 幸亏幸亏什么 他命好 当然也跟 他抓的这个大局势有关系 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洛马 实在是太令NASA航天局长失望了 航天局长在退休之前半年 就决定 觉得这小伙子做事还挺 因为他只真的做了一个样机出来 虽然他那个样机 发射没有成功 也没有发射过 人一看他真有个样机 给了他16亿美金呢 弟兄们 他又一亿美金 他就赢了 16亿美金才有 第一笔16亿美金 才有了今天 16亿美金拿过来之后 跟NASA的路子完全不一样 这种人就像老王一样 做事 你看我的 YouTube 我手把手的让你们看着我在创业 这是企业家务 我的整个的成本 现在也就是1000美元 为什么 我就是效率最大化 能用就用 有好多人 王老师你弄个什么灯 你弄车 你弄多机位 这都不是干企业的人 你们都不是干企业的人 你们是他妈拜家老娘们 你知道吗 你们是NASA 马斯克这样的人 我这样的人 从市场上杀法果决 自己挣钱挣出来的人 才知道什么叫好钢 画在刀刃上 所以这货造的火箭 是能用多便宜的货 就用多便宜货 但是关键地方 它不是头空减料 但是除了关键地方 全是天马行空的头空减料 什么叫天马行空的头空减料 所有的火箭都是要用高强度的铝合金 和钛合金 以及航空陶瓷 碳纤维 做宇宙飞船的壳体 他以前买回来 自己克隆的也都是这样 因为他请的这些专家们 也都是这行的 弟兄们 那贵 马克斯 马斯克就是用不锈钢做 用不锈钢做 你听错 就是304号不锈钢 就跟我那个传矛用的不锈钢是一样的 304不锈钢 事实证明效果也很好 不锈钢虽然看起来粗糙了一点 因为不锈钢不可能做各种几何外形 我会接着给大家往深入讲 整个华文互联网有关键 我告诉你们一个意外 就是没有人这么细的讲过 航空航天SpaceX 所有的你包括那什么大刘 那些你看他们讲的都基本上就是 等我讲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干货了 那我今天不算 今天是个开拔 讲玄学 这个不锈钢做东西 弟兄们 不锈钢 大钢板 弹性很好 强度也很好 但是他没有办法可塑 他不像那个碳纤维和这个铝合金以及陶瓷 航空陶瓷 他能做出各种气动外形来 所以他做出来那玩意儿 看起来就是傻大酣粗 像一个骨仓 你们不觉得那个Star shape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丑的飞船吗 因为丑和美不重要 钱很重要 马斯克在这个Star shape之前 就是说他拿到16亿笔金之后 他这种人拿到钱之后 他绝对不会浪费 他把美国NASA给弄了 就是舒服死了 现在美国以前发射卫星是世界最贵的 俄罗斯便宜 现在他逼着俄罗斯人在打折降价 打半折 打五折降价 为什么 因为马斯克往返重复使用的这个飞船 这个火箭 就是他的猎鹰系列火箭 猎鹰一号 猎鹰九号 中间有个猎鹰五号 他直接给砍掉了 猎鹰一号 直接跳到猎鹰九号 这个火箭 为什么叫一 为什么叫九 等会我慢慢跟你们讲 以后慢慢跟你讲 那这种火箭 现在发射的这个成本 要低于中国长征火箭很多 美公斤载荷的运输成本 是以前NASA的十分之一 空前 就是 是史无前例的降低了这个运费 我说火箭成本 你们可能没有概念 但是你们买飞机票 你们总总有概念 如果是在国内 北京飞上海2000块钱 一张飞机票 它可以降到200了 你想想这个是什么概念 高铁还干得下去吗 其他航空公司 还干得下去吗 如果你们经常出国旅游的话 北京飞巴黎也好 北京飞美国也好 大概一个往返机票 大概需要2000美元 或者15000人民币的话 它可以降到1500人民币 常年可尽造 只要给1500 马上给你送回去 又快又好 那你说 这个世界的航空工业会怎么办 马斯克在航天业 他就做到了这一点 十分之一的成本 所以 今天我们就不往胜利讲了 因为我们要讲玄学 那么 马斯克的终极目标 就是实现 灵魂的超脱 以及永生 我没疯 我很认真地做这期节目 因为你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 你都来晚了 大概皇帝炎帝那个时代 你还有机会 在一个地方建立文明 然后建立一个宗教体制 然后在那儿的灵魂世界里边 寻求一个新的框架 但是你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地球上有的人类可能 可居住的地方 全已经有人干了一个事 你来晚了 晚了五千年 火星是一片处女地 在火星 飞到哪 葬到哪 第一批 一千个人 这几百个人 一千个人 可以说人人都是火星英烈烈 火星奥林匹斯山的神 聊到这儿吧 再见 听听老王瞎逼逼 科技全学 拜拜 航天全学 拜拜 喜欢的话 定个月点个赞 拜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